18年前,一个名叫齐拿的网友,在天涯社区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陈冠希和一些女艺人的私密自拍照,已经发布瞬间轰炸网络,从那以后,冠希哥一战成名,但是谁又能想到,没过几年,一个名叫秦叔培的女人,会把曾经的浪子陈冠希拿捏得死死的,她究竟有什么魔力呢? 一米亲戚的身高,长着外国人眼中独具东方味道的中国脸,她天生就是吃模特这碗饭呢,在陈冠希艳照门发生的那一年,也是秦叔培正式进入模特圈的一年,刚开始她和所有新人模特一样,只能穿梭在各个商业展台上,不过比其他人幸运的是,在这一年,陈叔培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贵人, 一个名叫大饼饼的神秘上海富商,虽然名声不大,但是她在时尚圈的资源却不少,眼光独辣的大饼饼一眼相中了秦叔培,在她的帮助之下,秦叔培成功从国内舞台转战到香奈尔高丁秀场,这中间也只是过了短短一年而已,第二年秦叔培就连走了22场纽约时装周秀,成为年都十大新模特之一, 这升职加薪的速度快到让人叹为观止,更厉害的是,秦叔培还认识了香奈尔的老佛爷,当她牵手老佛爷亮相时装秀后名气大增,与此同时,外界对她的质疑声源源不断,让秦叔培摆脱这些质疑,并且一战成名的, 还要说2010年巴宝丽的时装秀,那一年秦叔培应邀参加为巴宝丽走秀,可能是鞋码不合适,也可能是地面台华,刚出场的秦叔培每走两步就崴了脚, 要知道模特若是在场上失误严重的话,极有可能职业生涯也到此结束,台下目光如炬,秦叔培知道自己成败在此一举,于是她大方的脱下自己的高跟鞋, 淡定大方的走过了整个秀场,秦叔培也因获得福一拖成名,甚至还获得了年度风尚超模大奖, 新梦瑶一摔摔到了赌王之子和尤军的怀里,秦叔培这一拖也走进了华裔时尚董事赵磊的心中, 赵磊是内地著名传媒公司华裔的董事之一,也是华裔时尚的总裁,华裔公司巅峰期市值接近900亿, 王中磊王中军梁兄弟占股华裔60%的股份,而赵磊一人就占华裔40%的股份, 虽说不及赌王千亿的家产,但赵磊也是个不差钱的主,秦叔培回国发展之后, 凭借自己在时尚圈的资源,成功签约了华裔时尚,成为华裔的第一位签约模特, 对于自己手下的第一位超模,赵磊一见钟情,于是迅速对秦叔培展开攻势, 面对这个比自己大了20多岁的男人,秦叔培也并不介意, 在赵磊的真情打动下,两人坠入爱河,没过多久, 秦叔培就从签约一人一约成为老板娘,那一年她才23岁,都说背靠大树好成梁, 更别说这棵大树还是自己的老公,赵磊当然是砸钱力捧自己的小娇妻, 12年是秦叔培最忙碌也最辉煌的一年,走38场高奢时装秀, 首灯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,成为中国第三个灯上违密的亚洲模特, 和刘文和岁西梦瑶合成为四大国模,各种代言拿到手软, 事业如日中天,但是没想到,16年5月份, 秦叔培和陈冠希在街头热吻的画面曝光, 两人举止十分的亲密,一时间,秦叔培婚内出轨的信息席卷网络, 虽然秦叔培为了自争清白,表示早已和赵磊签署了离婚协议, 但赵磊本人立马挑出来对此陈冠希和秦叔培, 意思是自己和秦叔培还没正式离婚, 是秦叔培把自己利用完扭头就跑, 各种反转让吃瓜群众迷迷糊糊,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站队, 但你以为秦叔培会就此认输吗? 没想到人家憋大招呢, 直接把赵磊出轨的证据公布于众, 并且还曝光了第三者的社交账号, 没想到赵磊自己才是婚内出轨的一方, 秦叔培这一波反击简直快很准, 掌握对方婚内出轨的证据, 这与离婚后财产的分割, 大家自行体会, 在娱乐圈, 亲自首四小三已经不算什么了, 秦叔培最厉害的是, 让陈冠希甘愿为他重逢陷阵, 秦叔培与赵磊的骂战没有过多久, 陈冠希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大骂林志玲, 用英文骂完不解气, 还用中文再骂一遍, 吃瓜群众原理物理时, 秦叔培出面解释, 表示自己为女神的新衣节目专门空出了档期, 却突然被通知, 因为林志玲不想让她参加, 所以取消了, 娱乐圈里有让粉丝替自己开私的, 有让经纪人替自己开私的, 但郑主亲自上场的却没有几个, 陈冠希为了秦叔培这么公开骂女明星的行为, 虽然不绅士, 但足够护妻, 明知这举动会引来公众炮轰, 但还是义无反顾, 这不是爱是什么呢? 很多粉丝疑惑, 为何秦叔培能把陈冠希拿捏得死死的? 其实很简单,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, 陈冠希曾透露, 在自己最黑暗的时期是秦叔培陪伴着她, 和之前的女朋友会频繁地吵架, 但和秦叔培在一起却很少争执, 秦叔培让陈冠希感觉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男人, 而对于秦叔培来说, 陈冠希的颜值是她沦陷的第一步, 之后随着深入了解, 越发觉得两人不管是性格还是三观都非常一致, 在一起也是时间的问题, 现在秦叔培为陈冠希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 冠希哥也一改之前的放荡不羁, 社交平台上不是善女儿就是善老婆, 成为一位平凡的丈夫和合格的父亲, 虽然外界一直谣传两人并没有领证, 但是那一张纸丝毫不影响两人的感情, 在感情中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才是最可贵的吧。